人在世间 头等大死 就是知道 有生有死 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信息 任何一个人无法避免 生死至死 彼此坚持 你亲身就体会 父子兄弟夫妇 四别致死 互相哭泣 谁能够避免 没有一个 念浪诸解里面告诉我们 世人 日痴 贪爱 不止世界万物 都是幻梦 空话 勿为 甚有 这一段 把这世界看错了 啊 现在 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六根所见到的境界 眼界色 耳闻身 鼻秀下 血肠胃 身体的接触 第六意识的起先动念 六根 在六成境界上 早已 为什么早已 迷了 为什么说他迷了 他不知道 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 是什么 六根 所接触的境界是假的 六根四身也是假的 也不是真的 很难懂 怎么会是假的 明明是真的 东西 我才是假的 啊 难得 今天量子力学家 告诉我们 四是真相 真相 是什么 我们就用电视 大家好懂 我们把电视屏幕打开 啊 电充的很粗 荧幕放光 再把频道打开 画面出现 有深 有色 眼睛看得清楚 耳朵听得清楚 你要晓得 这个画面 它存在的时间 多长 那就是他的命运呢 啊 这个大家知道 现在电视 这个画面 一秒钟 一百次 换了一百次 也就是说 它存在荧幕上 时间 只有百分之一秒 你说它是真的 是假的 这百分之一秒里面 确定没有 两个画面是相同的 张张不一样 那我们看这个小框子 好像是没有变化了 实际上的 对啊 但是我们这个大房间里面呢 就不一样了 有明有暗 有明的你看见 暗的你没有看见 不一样 再扩大 到我们住的这个小镇 再扩大 我们住的这个城市 再扩大到地球 决定找不到 两个画面相同 所以 你把它放大了 就明白了 就知道这个东西 佛在心上讲的 梦花泡饮 清干净上的话 没说错 今天量子力学家 把佛这句话证明了 人在世界 头等大死 就是知道 有生有死 这段经文 就告诉我们这个信息 任何一个人 无法避免 二 三思之四 彼此坚持 你亲身就体会 父子兄弟夫妇 四别致死 互相哭泣 谁能够 避免 没有一个 念脑诸解里面 告诉我们 世人 日痴 贪爱 不止世界万物 都是 幻梦 恐怕 物为 谁有 这些段 把这世界 看错了 啊 现在 科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六根 所见到的境界 眼见色 耳闻声 鼻秀香 血肠胃 身体的接触 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起先动念 第六意识的起先动念 早已 早已 为什么早已 迷了 为什么说他迷了 他不知道 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 是什么 六根 所接触的境界 是假的 六根 四身 也是假的 也不是 真的 很难懂 怎么会是假的 明明是真的 都没有是假的 啊 难得 今天量子力学家 告诉我们 事实真相 真相是什么 我们就用电视 做笔 大家好 懂 我们把电视 屏幕打开 啊 电充得很足 荧幕放光 再把频道打开 画面出现 有声 有色 眼睛 看得清楚 耳朵 听得清楚 你要晓得 这个画面 它存在的时间 多长 那就是它的命运 啊 这个大家知道 现在电视 这个画面 一秒钟 一秒钟 一百四 换了一百四 也就是说 它存在 荧幕上 时间 只有 百分之一秒 你说它是真的 是假的 这百分之一秒里面 确定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 张张不一样 那我们看这个小框子好像是没有变化了 实际上的 对啊 但是我们这个大房间里面呢 就不一样了 有明有暗 有明的你看见 暗的你没有看见 不一样了 再扩大 到我们住的这个小镇 再扩大 我们住的这个城市 再扩大到 地球 决定找不到 两个画面相同 所以 你把它放大了 就明白了 就知道这个东西 佛在心上讲的 梦幻泡影 精干精神的话 没事错 今天量子力学家 把佛这句话证明了